家人们今天给你们看看在路上的狗事 从我这个角度看温馨可爱 咱们换一个角度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高抬腿来的猝不及防 偏脚大汗湿垂了家人们 狗事还是比较乖的 所以我带他出门会很轻松 像你们经常问的 带猫猫出门上厕所怎么办 我一般都是给他准备一个尿垫 他都会在上面解决 他很喜欢待在这个腿窝里 感觉这个三角区很安全 小小的一个很乖很乖 在路上既是无聊了 也会给自己找玩的东西 比如这个手链 他都能玩很久很久 到目的地啦 这时候吹来一阵风 跟他的衣服特别的搭 夏天的风正乱的吹过 吹过头发 吹过耳朵 今天带狗圣子照镜子 穿着漂亮的裙子 他好像不是太喜欢的样子 我再三可能是 音乐没抓小辫子 妈妈 我是你的女儿 不是儿子 家人们 我只是随心发挥一下子 感谢狗圣今天陪我选照片 今天看见了新朋友 你好呀 嘎 我擦真猫真胖啊 你这一顿吃几天 啊不 你这一天吃几顿 好想再养一只 纯黑的猫猫 玩了一天都玩累了 好啊 家人们 又美好的一天 拜拜